這是375ml的冰酒 但是它所需要用到的土塔 我們如果說用台積來算 我們就要22斤 22斤,做了那一罐 所以它的口感也是剛剛的藍莓酒 會有非常大的不同 好,那這樣子我已經聽到大家都說 很香很香的這個香氣了 就是香香甜甜的感覺 但是你在看我說的對不對 因為它有一個很明顯的 其實是一個豐富的香氣 還有像水蜜桃 像蘋果 而且它就是百分之百新鮮 不能有任何的 就是因為葡萄品種 所以如果說你待會有機會吃吃藍莓酒的話 它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呢 我剛剛講的一道清香 它其實是一個芒果的清香味 這都不是一般的葡萄 會有這樣的特殊的香氣 尤其是它的口感 剛剛我們大家第一杯的藍莓酒 這個酒從嘴巴通過喉嚨到胃裡面 這只是我們說的喝酒 但是喝酒跟品酒呢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們舌頭上的味蕾 酸甜苦辣 分布的區域不同 所以我們在品酒第一口 淘汰一次 我們要先像漱口一樣 讓酒充滿整個口腔 多停留幾秒鐘了以後呢 我們再用舌尖 我來拍打一下 來做個品嘗 我講得好像很不吵 我來示範一下好了 有一點像那個倒吸口哨的方式啊 故事說我們如果有喝茶 有喝茶的習慣就會買